如果父母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好 然后希望孩子要能够用功读书 孩子要有前途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 不代表孩子一定没有前途 但是父母要要求孩子 要好好的做人 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工作 那父母自己本身 却没有把自己的人生考好 那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部分 是 那像这个父母的关系 他对青少年的影响 不光只是当时候 他可能身心的影响 那甚至会影响到 他之后在择偶上 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来自一个比较冲突的 父母关系不好的一个家庭背景 因为长期的影响 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可能你的选择的方式 选择的能力就会出现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互动的能力 生活在一起相处的能力 也会有困难 那就比较容易有冲突 比较容易沮丧 有些小孩 有些男生 他的爸爸是脾气不好 甚至会有暴力 那他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 他可能告诉自己 妈妈也天天告诉他 你长大之后不要像你爸一样 他也跟自己讲 我不要像爸爸那样 脾气不好 或者会骂人会打人 但是等到他真的进入了婚姻关系 遭遇到痛苦 遭遇到挫折 他就无形之中发现 他里面好像躲藏了一个爸爸 那种爸爸的那种愤怒的能量 爸爸的那种骂人的语气 甚至动手的冲动 就会上浪之间就会跑上来 然后当他真的去执行 去发怒、去骂人、打人的时候 他感觉他自己完全像爸爸那样 他又非常的沮丧 但是他又控制不了他自己 然后事后他又非常的自责 那很多人他就在这种 心理跟生活的冲突 折磨之下 非常的痛苦 所以怎么样能够去透过学习 透过在我们的读书会 或者成长班提供很多的练习的机会 去修复自己早年的那种 因为父母关系所受到的影响 那使得自己不管是在进入婚姻之前 或者进入婚姻的一开始 能够慢慢地从早年的创伤里面走出来 然后在夫妻相处的过程 也不断疗愈自己童年的创伤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好的 但我现在很高兴就是自从我们协会成立以来 那我们已经协助过非常多的家庭 夫妻 不管他们结婚是20年 或者结婚刚刚开始 那他们能够透过夫妻的共同的学习 然后他们调整 所以使得他们本来吵吵闹闹的一个家庭 慢慢地能够平静下来 能够和谐 能够有快乐 孩子在这里面从有紧张有痛苦 有很多失调的身心失调的状态 慢慢地孩子也能够很平安很快乐 很健康地长大 对这个就是不光只是婚姻 其实如果进入一个亲密关系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如果说其实有时候就是 夫妻如果在发生问题的当下 他有去求救 有想要去解决 可能都还有机会可以去修正这一切 但是如果说已经就是到了非离婚不可了 已经觉得不太可能再修复了 那这个正在吵架谈离婚的阶段 一定是非常见拔脏的状态 那青少年怎么办 他们一定面对父母这样的冲? 我想不管是爸爸也好 或者不管是妈妈也好 我想都要面对孩子 都要面对孩子 然后面对孩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承认是我们的失败 而不是对方的失败 不是因为你爸爸很不好所以我们离婚 而是因为我们夫妻发生了一些矛盾 我们夫妻之间出现了一些状况 所以使得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所以承认这个失败是我们共同的失败 然后再来就是承认因为我们关系的失败 对你是有伤害的 我们给你带来的伤害 那我们会认知到这个伤害 那我是会觉得父母能够面对能够承认 这个对孩子来讲那个伤害会比较小 如果父母是不承认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然后把责任归给另外一半 然后会觉得都是因为你爸爸外遇 或者因为你爸爸有吸毒、酗酒、赌博的患习惯 你爸爸会把家里的财产都败光了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这么凄惨 那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他造成的 那我觉得说夫妻啊 不管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关系维持不下去 不是单方面的责任 一定是双方面的责任 所以不管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爱他 劝导他 或者你自己有某些方面让对方很痛苦很失望 等等 我想我们的关系是互相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可能 但是夫妻之间尤其做父母的 怎么样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夫妻关系可能到此为止 所以我们可能会要离婚 但是成为孩子的父母 这是永远的 这是永远的 即使我们离婚了 我们不住在一起 各过各的生活 但是你是孩子的爸爸 我是孩子的妈妈 那作为孩子共同的父母 这个是永远的 所以夫妻可能结束 但是做父母这个份上 我们怎么样可以合作 因为我们都是爱孩子 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好 所以孩子还是有爸爸 孩子还是有妈妈 那我还是要祝福你成为一个好的爸爸 那你也要祝福我成为一个好的妈妈 为了我们的孩子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父母的角色上面 我们可不可以合作 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谈 好好的沟通协调 那在夫妻这个上面 我们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想这个观念 如果父母能够比较成熟的做法 那对孩子的人生 可能会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弥补 孩子长大了 他想要爸爸 他就可以找爸爸 他想要妈妈 他就可以找妈妈 对孩子来讲 他还是拥有爸爸妈妈 是 那如果说夫妻能够看到这一段录影 当然是他们的幸运 那如果说刚好 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能够学习到这个部分 如果刚好是青少年看到这一段录影 那刘老师会给青少年他们有什么样的话术 对他们说 我是会觉得说从青少年开始 我们就要学习做自己的父母 因为自我管理或者是自我负责 自我照顾 这个管理照顾负责 这个就是做父母的能力 所以你可能没有很好的父母 但是你可以做自己很好的父母 将来你结婚的 你也可以做孩子很好的父母 那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当然你要有一些好的长辈 老师可以来引导你 指导你 可以怎么做 因为你的父母没有给你很好的形象 典范模范 所以你没办法把父母的模式 应用在自己想要的人生上面 那你就要从家庭以外的管道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有可能的 那很多时候父母也是受伤的小孩 父母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父母是不得已的 那一个青少年怎么去了解他的父母 然后不要去觉得说 因为你们不好 所以我也不想要好 那你们没有做我很好的父母 我为什么要去做你们很好的孩子 所以这好像有一点跟父母对上 然后报复、惩罚 那我觉得说这样对自己的人生 其实也不好 所以就是像刘老师讲的 如果青少年他能够了解自己的生命 然后尊重父母 他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其实即便他遇到了困难 他也不会受到伤害 他比较能够有能力去面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成为自己的好父母 也成为未来他孩子的好父母 那在夫妻关系这部分呢 他也会能够比较能够 比一般人能够更成熟的去面对 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先讲到这里 那持续我们还会有不断的 会有不同的系列 再请大家继续收看 谢谢 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欢 欢迎你按赞 分享 然后订阅 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 有任何的疑问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话 就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写到我们的email rjliu1126 小老鼠 gmail.com 我可以跟你一起玩的 我们的朋友们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的朋友们 的朋友们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也可以发现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